6创意健康店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6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今晚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前景 相信阿金都会同意 今时今日的香港金融海啸的冲击 其实香港人对这个经济 差不多可以说是最主要最关注的问题 那我们今晚很高兴请到我们嘉宾是叶启明先生 叶启明先生他早年在香港理工学院是机械工程学系高级文贫毕业 接着他在英国也拿了屋宇设备工程科的石士 接着在香港大学里也拿了机械工程科的哲学的石士 还有在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也拿了工商管理的石士 他除了有一个这么高的学历在经济和机械工程方面 其实他的工作经验都非常广阔的 他除了香港、中国、大陆、东南亚 他自己营商很多年了 也有不同的大机构里面担当不同的职位 例如区域的经理、总经理和销售的总监 所以对香港、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是非常熟悉的 他自己也曾经是香港中港互动发展社的主席和经济顾问 他现时仍然是一位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协会的主席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也有几本的著作 其中一本是早言叫《启航经济再造》 这本书我们有机会都看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说是对《通识教育》里面的一本非常好的书籍 让大家在一个很快的简节方面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一般的数字 他也很详细地解释 他另外一本书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原理》 到2002年2月 他也有另外一本《国家经济发展和合作》 叶啟明先生 Samuel 今晚会和我们探讨一下香港的经济发展 历史和将来经济方面的前景会是怎样的 Samuel 很感谢袁医生今晚邀请你来讲这个题目 我相信大家香港的市民最关心 亦都是可能 1997回归之后 突然间醒觉 原来香港经济会遭受这么严重的打击 我和有些朋友 我很多时候都喜欢探渡他们的心境 有些保安 或者有些做生意 他们有些破产 很难做 香港市场突然间 好像由80年代 90年代 人家称为黄金十几年 在鱼翅撈饭 各个很豪气大富豪 急转直下去到破产有 很多的困难有 保安和我说 这十几年都未好过 可能保安都挺高学历 但都没办法支持得到 找不到其他出路 来为保安 大家都探释 究竟香港 经济 现在或将来的前景会是怎样的 因为经济大家都知道 是支持一个个人的生命的发展 衣食住行 住屋 交通 有老婆 子女 更加要养小孩子 现在幼儿教育 都数以千 小学中学大学 经济没有了 根本是个人来说 根本不能生存 我们都看到这个事实了 不单止是香港 香港自杀 差不多大一步子 每天隔几天都会有单 涵马烧炭 跳楼 很多时 和经济 经济 有些压力大 我举一个例子 前一段时间 有个汇丰区域经理 说一季要交几亿 HSBC 即汇丰银行 是在尖沙咀的区域总监 说在一季达不到 Bill 公司要出警告信 他好像自己买了一层楼 都挺贵的 有老婆 本来一个快乐的家庭 终于连维都要自杀 我觉得很可惜 有人说到自杀 你亦都看见 不单止是这样 很多大学生 出队没有出路 有些都会自尋短见 一个人成长 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都要了结生命 这是很悲哀的 人没有的 悲哀只有 无事无关 你说癌症没得说 他们自杀 你看见不单止是香港 台湾在长水执政时 一年有几千人自杀 因为他们的厂 因为成本高 都搬来到大陆 台湾那边很多低学力的人 没有出路 困扰 一年有几千人自尋短见 看回整个地区 例如香港有七百万人 我们讲整体的经济 大家知道经济 都是一环扣一环 例如饮食粤的 又靠其他人去光顾一下 然后其他做保险的 又有其他 可能是做律师 做医生去光顾一下 他们有保金 又有收入 来养活他的家庭 大家都扣住一环扣一环 我们看见 香港人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之下 由七十年 是响了覆参到三十年 猛然觉得 以为自娇自我的时候 一个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 已经令到很多人 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胁 家庭的经济崩溃 整个香港已经衰了五年以上 五六年 大家知道沙士是最低迷的时候 接着中央 由2003年下半年 我听说是温家宝拍板 给个自由行 才有几年 很厉害 到了2007年 恒指去到三万二 二万八之后 2008年 美国贝尔斯登出现问题 接着急转直下 恒指也由二万八千点 脱脱 脱脱 好像去到一万零几点 接着大家看到2008年的九一龙 雷曼事件 亦引起更大范围 世界金融海啸 现在看见世界每个国家 是没问题的 美国收入率差不多九点几 差不多十个百分比 是的 欧洲好像意大利 法国那些 一直都高期的双位数字 应该都七点几百分比 香港今次好一点 去到五点几 最近早两天公布五点四 五点四 根本是 我们看香港的经济 因为香港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 很多金融 很多贸易 香港已经没有了农业 即第一产业和制造业 只有服务业 金融 第三产业 来到发展的时候 它的出路在哪里 当然大家都看到 现在是背靠组局 我想好一个系统 和听众分享 即是说 究竟香港走的 很大概 由六七十年代的发展 说几句 接着会探讨 我们现在香港的经济 发展 现在站在这点 2009年 或者是 我会集中 在曾荫权 2005年之任 特首 那时候 她的司政部 或者那时候 刚刚好一点 走 向前走 接着 前面 究竟的前景是怎样 亦都会 说一下 我们需要 面对什么困难 如何处理问题 这些都是不简单 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我说说 香港大家都知道 熟悉 有几十年人生经验 或者是年纪长少少 香港经济起飞 可以说是七十年代 六十五 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45年 香港光复 慢慢是准备回好了 五六十年代 基本上 香港人比较窮困 也是转口港 也是世界经济 慢慢在西方那里 慢慢起飞 香港 慢慢也是受惠 但是 最主要 在英国政府管理之下 七十年代 慢慢的工业 是得到良好发展的 大家都记得 那时候 在屯门 荃湾 或者在新渤江 很多是 公仔 膠花 轻工业 或者是 架法 电子粒 电子粒 沙厂 等等 实际上 我们看回很多千中的国家 要经济飞 都是在工业那里 是大大发展的 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系 在英国人的带领之下 它是拓展轻工业 重工业 我们没有什么资格 因为地很少 香港平地比较少 那时候需要一些很高技术 我们也没有什么 那时候的教育 不是那么普遍 但是发展的劳工密集 用手的插机 插拉 我们有 死癌 死垂 沙厂 那些工作 我们有 但是打拼 在香港七十年代 慢慢打好底 工业发展得很好 就带动香港的经济 我们看到那时候很多人住木屋 私家楼是有钱人 但是慢慢随着经济 人们在工业上找到食物 可以说 慢慢可能是 西欧对这些轻工业的产品 原子粒衣服机 假发工仔 有需求的时候 带动工资慢慢上升 可能由一二千元到三四千元 亦都是 英国人很懂教经济 同时发展这个 专上学院 有大学 慢慢抗钱 香港专业人士 亦都出了不少 我们知道 一个经济体系发展 自然需要律师 有人有钱了 有病 亦都需要好的医生 亦都需要好的教师等等 各个行业都得到发展 我们知道 经济是一环球一环 去到八十年代 我们知道 其实七十年代 差不多 农业已经慢慢没有了 因为 都是以下大陆 八十年代 更加是食味 而工业 我们知道 搬到珠光三国洲那边 因为中国在七八年 改革开放 邓小平昌已改革开放 八十年 搬到广东省 香港 已经开始了 对了 发展金融服务业 严格说 大概是七十年尾 八十年代 去到九七年 香港可以说是黄金十七年 我自己的感觉 大家都承认 工资 飙升得很厉害 通胀率也有时 经济增长率 有时超过两位数字 也有很多年 工资慢慢带动 加上八十年代 很多大型屋院落成 例如城市花圆 那些大屋院 那些人又买到楼 带动经济很多 房地产 我们经常说 香港是靠房地产 金融服务专业 那时八十九十年代 出口 对 出口 出口为何有这么蓬勃 当时的金山提提 我都要补补补 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开放 八十年代 国家开放 由一个计划经济 转型到慢慢的市场经济 它是和世界未接轨 是香港在英国的制度之下 它是根本上和西欧美国接轨 所以来说 中国很多的出口都是靠香港 亦都香港是一个自由的贸易港 资金也是自由出入等等 所以是几条水射住香港 使得香港十几年 非常蓬勃地发展 我当时出来 很年轻 打工 工资是十级以上 自己的家庭环境各方面 都得到很大的改善 那个年代 大家如果是记忆得到 都是很回味 或者很享受 但是香港人想着 在将来的判断是很厉害的 但是 正当大家被几个问题分散的注意力 好像有八十年中英联合声明 落实之后 有些中英谈判 到九二年 彭定康也有政改 很多民主法 八九 九二年他搞的政改 八九年也有六四 很多事情 但是香港人也抱着很大的信心 就是觉得 香港应该将来更好 因为你去到一个经济 这么大的台阶 我觉得都很深紅 但是实际上 香港 大家现在在九十年代 开始 因为那个 新机场在赤立角 带动了一个千多亿的基建 是香港人很多 都要炒楼炒股票 大家都知道 已经很狂的 炒几层 这些股票 炒到万六点 1997年 就是回归的时候 然后 冷不防夹 就是 有亚洲金融风暴 令到香港 股瘤 齐跌 然后香港人 好 我相信 在香港的历史里面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比较大的灾难 就是这个 九七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 我自己还记得 九八年那时 看过市面非常萧跳 西日率 我在 二零二年 自己开几个招待会 那时 我记得是八点几%的 西日率 最主要问题 是 那时 大家 承受了很大的打击 也是 上台的特首董建华 不知道怎么做好 也都是 初初 大家都不怪他 因为 九七年 他都是 执组 以为是好搞 谁知道 杀时间 变成一个烂摊子 大家都 未认识他的能力 未认识他的手法 大家都 唯有忍耐一两年 是吧 希望九九年 就慢慢 九八年 大家都知道 大鱷 还要追击香港 1999年 有小小的小阳春之后 期望他 是 为香港的经济 尋找出路 大家 现在看回头 他可以说 是 走错了路 试很多的 数码港 中药港 很多的 以香港 为一个核心 以自己为中心 来搞一些希望 提升自己香港 来恢复香港的经济 活力 结果是失败 不是 当年二千年 就蓬勃了一阵 的 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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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这个是一个泡沫 来的 那当时 真的说真的 我日日开工 哇 日日 日日大把公司上市 直到这一个 就是想着 诶 行了 明白吗 我还没爆 大约一年 可能是二千年 很蓬勃 是的 是 真的 那 那 环球科网一爆 又死过了 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即是这样 好 继续 是 多谢阿金三 他补充 是 亦都可以说 香港 以前的 教育 培育一班 大学生 或者精英 的人 比较高专业水平 都是很急功近利的 大家都希望 赶快 炒 或者是 只顾眼前 一两年 或者几年 是 实际上 一个经济 要稳定的发展 可能是 五年以上 十年二十年 实际上 我们参考 好像美国 一个这么大的经济 发展 慢慢都是十年二十年 一个台湾 慢慢的 那时候 可以说 平时不读书 现在打博 你读书 但那个教育 香港 根本是 那时候 继承英国殖民地 都是很急功近利 所以都是为 英国人 为香港 赚钱 那时候 大家都是 最蓬勃的 科目 可能是律师 医生 或者是金融 很少说 IT 那时候 可能都没有 就是 科技大学 那些可能 都很后期 九十年代 那你也是 一个大学 都是几年 没有可能 找个底 香港大学 出生来都是金融 或者管理人材 亦都没有可能 那么短时间 开到一条出路 兜兜转转 但是 去到2001年 香港 亦都承受了一个打击 就是美国的911 实际上 美国的经济 由克林顿 1992年 上台 剃造了一个八年的繁荣 去到2000年 接着布什2011年上台 可以说 已经是 准备 经济循环 走回到低谷 但是 想不到 它是被911 一棍后 下去 令到美国的经济 由一个 经济循环的高点 达到低位 整个2002年 美国是经济衰退 所以香港 那么依赖出口 或者那么依赖 那些美国的消费人士 去支持香港 或者中国大陆的消费品牙 衣服 或者公仔 香港亦都要承受这个打击 所以2002年 亦都被我随着 金生提到 2002千年 有一个科网的小阳春 当然是2001 然后911之后 很快 2002年 那个小孩 到了8点多 这个我觉得 除了980的打击 就是980的打击 就是 一声打过来 2002年 就是想说 爬上去 又一个低谷 到了203年 沙士 大家都很记得 不用说 香港人心黄黄 可以说 董建华主政之后 由98 99 2000 2001 2002 都没有什么好的事情 搞过出来 基建可以是没有什么 可以说筹办的 迪士尼 或者东冲的 蓝车 其他的都很 没有什么 我们知道 基建可以带动 很多工人就业 接着 会带动其他环节 建筑师 或者其他工程师楼 或者那些法律的顾问 加上很多人就业 开工之后 他就会消费 消费带动零售业 很多 基建也那时候没有什么 可以说 杀时间 97年 亚洲金融风部 打完来 董建华也不知道什么事 接着他走错了一路 走过几年之后 去到203年 他自己都投行 香港 我们记得那时候 董伯伯都不知道怎么办 民怨也很大 因为我们事实上 我自己也是中年 在英国 譬如是 慧逆逊 那个时间 彭定开的时候 虽然搞政改 但是经济非常好 每个人说 你搞什么政改 总之找到吃就可以了 董伯伯 203年 别说SARS 真的可以说 连续 几年的经济 都说处于很低迷 你都看不到前面有什么出路 所以 去到那时候 中国大陆 发现问题严重性 我听见路边社消息 好像是国家副主持曾庆红 就想了很久 拍板 就放些人来 是自由行 给香港13亿人 放少少 已经很够了 带动香港的旅游业 酒店 零售等等 那条水射住 加上 美国经济由 大概是 打完伊拉克 2004年 慢慢復甦 所以香港由 大概2003年 下半年 204年 那个 自由行 很多人来消费 酒店 很多的零售 饮食都受惠 加上美国经济复苏之后 变成了 香港出口 也得到一个支持 所以 香港2004年 2006、2007 都是随着世界的经济 和自由行 等等 是得到一个喘息 大家 可以看到 香港 失败了5、6年之后 有几年 慢慢爬上去 上去的时候 董伯伯就脚痛落台 跟着曾荫权 2005年 年中 接了特首这个位 他也是继承 搞SIPRA 即近近密 经贸关系 和自由行 加上 运用很多人民币等等 那我们知道 一个政府要开始 实际工作 都要很耐霞 他要搞定 那些班底 那些局长 慢慢安排人士 然后 比如说 你搞很多东西 都不是搬一张椅子 即可立即搬走 很多东西 都要慢慢 他也要摸索 摸索完 他之后 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要准备下台 是2007年 3月 新一届政府再次去选 有800人来选 所以他在2006年的施政报告 是着脈很少 讲经济如何发展 其实真真正的香港 是另外一个被他带领 准备向前走 应该是2007年的新方向报告 就是大家好记得 十大基建来带动 加上很多的伊斯兰债券 或者其他人民币 现在已经落实了 人民币结算中心等等 应该香港一个新方向 他改了这个题目 应该就是 2007年的10月 他宣布的新方向报告 好 那我们先休息几分钟 再继续今晚的讲题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好了 我们很快回来 继续今晚的讲题 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前景 在上一节 易启明先生很详细地 将我们香港 由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一直到2007年 整个经过的不同的阶段的过程 很快 我们已经去到2007、2008 上一次 2007在针特首 已经有十大基建 以及伊斯兰债券 推出了一些新的方案 但是跟二年 2008年 那个金融海巣 又有一个大的打击 请可以继续一下 我相信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 或者香港人最关心的 就是说 你以前怎样好 怎样坏 以后怎么走 香港的出路 和发展 如何 我相信 我相信 就是刚刚第一节 完整 之后 我觉得是一个分水量 就是曾荫权 2007年的新方向的施政报告 是 因为香港人已经是徘徊了 就是由 香港已经进入了 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 香港由1997年 那么好境 突然达了下去 跟着进入这个二十世纪 虽了四五年之后 慢慢发起身 不久 希望有一个好境 这个分水量 就是曾荫权 2027年 他比较用心机 铺排了香港 未来 可以起码有五六年的大型基建 的建设 有些跨境 这个他就是可以说 私城英国 那种用基建 带动经济 加上人民币 自由行 和伊斯兰债券 他铺排在金融和基建 等等 就是希望带动香港的经济 向前走 但当然 去年2008年很不幸 不是香港不幸 全世界都不幸 另外一个 就是比1997年更大型 范围更广的 世界金融海涉 因为雷曼那里 引起仍然大波 世界经济 凤凤相游 也都走向低谷 那这个 大家 一起走过了这个历史 现在差不多 距离那里 都十个月了 九个月十个月了 亦都可以说 香港 设计率 可以说 没有欧美那边那么大 美国 已经去到九点多 有些 双位数字 都在来 十个百分之 如果美国 十个百分之 代表 工作人员 就业的人口 差不多 一亿五千万 十个百分之 有一千百万 没工作 香港 今次 失利率 没那么高 金融海啸 之后 慢慢 攀升到最高 5% 前两天 公布的 5.4% 政府 又放风 不知是否骗人 或是希望 将人情绪 缓和 有缓和的迹象 实际上 我觉得 他都不是说大话 实际上 环境经济 经过九个月的调整 很多央行 泵水下去 拯救银行 大型的企业 美国的汽车等等 经济学来说 一个历史 有低谷 必然会上升 不会永远低 低 因为投资缩减 每个家庭的消费缩减 差不多 政府会想创造就业 可能会用一些财政政策 泵水 做一些大型基建 好像在美国二三十年代 就是用一些基建 这个罗斯福总统 带动经济 那时候 他们美国的消费率 是25% 那么 今次整个世界 经过这十个月 慢慢都是向稿 虽然整个2002年 所有经济学家 或者包括我 都是这样看 都是经济低潮 就是衰退了几年 但是 经过这十个月 大家都做好准备 恒指也飙升了几千点 去到一万九千多 现在差不多二万点 准备是未来两个月之后 应该低谷慢慢走出 向上升的轨道 亦都是因为增特首 有一个十大基建 很多 就是慢慢有些 应该都慢慢落实 好像说 这个港珠澳大桥 他都会在年底慢慢开工 那我相信 是2009年的第四季 即是十月开始 慢慢 去到2010年 慢慢 我相信 随着世界经济 也复苏香港的出口 也慢慢会好 我们也看见 中国的出口数字 也不会像前几季 那么疲弱 慢慢的世界经济好 香港也会受惠 出口那边物流等等 或者是其他的类油 那么 基建那里 我相信 不可能急的了 因为他的大型基建 曾荣权宣布了3-3-4 我们好像踢球那样 3-3-4 什么是3-3-4 我自己分开它来做 就是说 道路或者铁路有三个 沙中线 南地铁 香港南部 去香港仔那边 灌川跑滑地 和香港坚尼地城那一条 沙中线一条 另外港岛的铁路 地铁南区那里 这两个项目 第三个项目 就是屯门 石立国有一个晓道等等 这个3 另外一个3 就是西九文化中心 就是启德那个 和另外一个 它说在另外 古洞等等 要开发一个新市场 3-3 就是 运输那里有三个项目 其他西九和启德那里 这些大幅土地的利用 也认为有三个项目 四个就是跨境的了 就是和广东省的 港主要大橋一个 香港和广州的铁路 昨天也都说了48分钟 也都会有一条 在九龙的西边 可能在西九那边 有一条高速铁路 直接去到广州 这个又第二个 跟着河套区 和深圳的合作 他说了 吹水说了很久 另外最后一个 可能会是 香港的机场 和深圳的机场 福永机场 也都可能有些 直接的交通 就是打通 就是高速公路 或者铁路 3-3-4 我自己好像踢球 3-3-4 这个我相信 在未来 会是带动到 香港经济会 再次起飞 因为这十个 包括跨境 这个投资都不少 我想超过二千多亿 长的数字 我想政府有 但是最大的问题 普洛市民 或者很多建筑园的朋友 或者工人 都好 你讲到几美好 梅举前面 几美好都没用 我今天都没有公开 这个也是香港政府 可以说 挺失败的 就是在控制经济 那个步伐那边 可以说 香港人就是 尝尽苦头 好像我说 初头和朋友 包括保安 这十年都未好过 当然 有部分的朋友 可能很好 炒股票 在2007年 如果大家 这样入市 都会拌了一笔 但是 我们现在 都是看整体 不可以 各个人都去炒 始终有人去耕田 我们吃的米 在哪里 菜菜心 番茄 始终都要有人做农业 也都要有工业 我们穿的衣服 戴的标 戴眼镜 坐的椅 桌 都要有人制造 飞机大炮等等 也有金融 所以香港 在未来的前景 我相信曾荣权已经尽了他的发布 所有范围 加上在金融海啸之后 他搞了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 开了六七次会 最后 好像上个月 就说最后一次 总结 在六七个大范围 也是再加码 好像是香港的教育 会搞一些私人的高尚学院 医疗也是拨一些地 被人搞私家医院 可能是标签 文化 成龙那些 很多人拍戏 那些电影人 都已经投诉了很久 香港好像在推动文化产业 很失败 等等 我相信 会是未来 如果是 我没有猜错 2010年 慢慢开始的经济 是复苏 香港亦都在这部分 就是会带动到经济 加上是 同人民币等等 债券市场等等 这是乐观的看 但是 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 这十大经验之后 是如何 我们再看长远 很繁荣 或者是比较好的 一个经济环境 再走下去 如何 我相信 在2012年 曾荫团下台 他都不会再做 或者 他都已经做了七年 那 无论谁上台 他有一部分 一定是继承这十大经验 因为那时候 应该是 在发展 建造 还未做完 未做完 肯定是跨过 2012年 将来 我相信 大家都很清楚 一定是背靠大陆 香港 亦都可以说 分开几部分 第一部分 它的出口型 都是依靠 美国 西欧 日本 这些发达的经济体系 香港是一直吃开这条水 另外一部分 就是 英文来说 Domestic Market 就是内部的消费 随着基建 亦都带动得很好 另外一部分 就是背靠大陆 那 说回一些很经济学的数字 香港的经济体系 大概 这个区域 香港的生产总值 大概是17000多亿港币 而中国 温家会上次说 大概超过30万亿人民币 美国 差不多是110万亿港币 我将它化为港币 所以 当人民币和港币一算 或者是1.1 香港只有17000亿港币 中国大陆有33万亿港币 而美国有110万亿港币 你可以看到 香港 其实 你不要自我中心 香港是很小的 其实香港一向 被人宠惯到 好像天之嬌子 好像袁医生 你去过加拿大 或者其他地方 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系 但是香港 可以说 好像一个小鸟 困在一个笼上 看不到 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是实际上 香港人都是很聪明 很多人都投入转得很快 但是经济体系太小 实际上 一定是依靠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 而是中国的经济急速发展 在过去改革开放之后 90年代 差不多 年年都双位数字 我记得 有几次都是 大力地打击通胀 93年的通胀很厉害 去到百分之二十多 2004年的通胀也十多 大力地压缩投资 但是去到去年2008年 大陆本来要压缩固定资资投资 他都说要扔四万亿 所以说 中国大陆 我们经历2008年的拐拐 我相信今年 如果看这些数字 最近应该补到八 就算补到八 也有七点多 有七点多的经济生长 很羡慕 在美国和西欧的发大经济体系 可能是负1-2% 因为经济衰退 实际上 在美国和西欧的发大经济体系 他们最好景 可能经济增长都是百分之二 已经很厉害 因为他的体系大 而他们很多高科技发展都很成熟 再积上百分之五六 不可能 但因为中国地大有960万平方公里 即是9600个香港 13亿人口 经济刚刚起飞 可以说七八年改革开放齐头 当八十年代开始 去年改革开放三十年 再走上去 所以应该如好而无以外 譬如每年经济增长七百分之五 很多人都估计可以做得到 如果双位 Senson 我听了你说的陈述 你会不会认为 我听了你的看法 你会不会认为 一个地方的经济 是以政府去主导 我听你的看法 似乎你是有这样的看法 这样说 就是 我相信因为 刚刚香港很不幸 就是 就是 这个是 97年的 亚洲金融 风暴之后 他根本就 射毛头 射毛头不幸 那么 香港人靠炒卖 自动播 那种日子 好像没有了 而香港好像层樓 他要 就是 有一个政府 或者 可以 扔一筆大钱 去 带动 经济 因为香港 基本上 就是糖水滚糖尔 因为 你知道香港都是 很小的经济体系 我们在里面消费 吃鱼蛋粉 吃龙虾 亦都有人 去做旅游 酒店 服务 零售 买鱼蛋 买衣 实际上 金生所说 是不是政府 拉动 实际上 我们看到 传统 在20世纪 走过几次的 一个 经济灾难 好像美国的大萧条 都是要政府 放一笔钱 去带动它 就是我们积极的 财政政策 或者 Bill Clinton 就是 美国的九十年代 因为他们 面对了经济衰退 哈林顿 也是投放很多钱 如果大家熟悉 九十年代的美国经济 他们开始建立 一个 一个 宽频 宽频 就是宽频 网络 拉动 高速公路 所谓的 资讯高速公路 亦都是 投放一些基建 拉动的经济 为什么呢 政府一投放 比如 我们有一个例子 就是 八九年 六四之后 香港人 其实香港的经济 很好 但是 慧逸信 说多 他觉得 香港人那时候 失了个信心 对前景 失了个信心 一失信心 他会移民 或者是 勒紧库头 不消费 他投放了 我记得 应该有 千五至二千亿 就是那个 玫瑰园计划 大家都记得 就是那个 撤入个机场 加上 沿路 高速跌路 去到西 去到中环 等等 那里成功挽回了香港 因为六四那时候的信心 很多人在加拿大那边 找不到东西 就去到 或者觉得 反而回流回来香港 找东西 那时候很蓬勃 那时候也是最后 香港黄金的七年 这个例子 亦都看得到 一个经济 就是它很差的时候 它要有一个party 去扔一笔钱 去拉动它 这个就是 谁可以做呢 私人机构 不会这样做的 李嘉诚 但是 我始终认为 政府 去扔的钱 其实都有数据 去带动 那个 就是那个 增长不太多 就是 你觉得对 还有 刚才 你说 大陆 那个双位数字 增长 我想有补充 因为我自己在上面 统个世界 就是 就是 我统个世界 说真的 大陆十三亿人 只有那一亿多人 是真正受惠的 是 你明白吗 好像我 都常常上上海 绝对好像很蓬勃 那样 但是我觉得 真正找到吃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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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班特劣 包括我在内 是真的 我觉得很差 就是 就是 你明白吗 我们去享受别人的东西 就是 就是 其实 说来说去 好了 香港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 其实 有它就这样运作 大家都是这样运作的 都不会说突然少了 突然多了 那就挺好 其实香港挺好 就是你喜欢平均主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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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平均主义 就是 譬如你也是找那么多 那都不会突然少了 或者多了 就是 亦都 香港我想 很多人 应该都同意 是全世界来说 真是 就是 都挺好的地方 我绝对同意 现在你看回 刚才Samson 的分析 给我们看 其实香港的 70年代 经济的 发展 是有很实在的原因 就是 因为你有轻工业 那到80年代 虽然很多轻工业 就搬了去 去中国大陆 但是始终老板 都是在 就是 都是把这些财富 打回来香港 投资在其他 可能房地产 那样 其实都是很实在的 你说 那些基建是可以 推动一下 刺激一下 帮你起 那当然 如果这个基建 是真正正 是有用的基建 那当然 是 是 几何级数 是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 如果你那些基建 是为了 制造一些 就业而做 那 就浪费了 其实很头痛 因为你是要 扔钱下去 如果他不能再推动 继续下去 就会 去到哪里呢 那你说 那机场 那当然 机场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设 那将来你说 你说 香港本地的 第一个三下 例如去 香港仔 那些 那些可能 就是 对那个 当地的交通 是 是 解决了一些问题 那 有些说 你说去中国大陆 去快点 那现在也很多人 很质疑西九 那个铁路的需要 是吧 因为他要 其实他 差不多是 每个香港人 都成六千元 其实那幅数挺大的 那他也都要 是将 在整个新界那里 就 一条隧道 这样去吧 本来在路面 现在就在下面 那样 那其实呢 可能对那个 新界区的 可能 那个 那个 Ecosystem 就是 水的流动 可能都有影响 那么 所以 就是 长远来说 你说 有十大基建 那么 起码呢 香港是有这样的本钱 香港政府是有这样的钱 可以推动一下的 但最后最后会怎样呢 是吧 最后 那其实 香港都很可能是 正如你说 背靠中国 那中国可以 照顾得多少呢 那当然自由行一个 施法一个 但施法其实呢 都是被香港的生意 搬去大陆的 所以 香港现在很多 比较高身的职位 都是要求你去大陆去做的 所以 香港最后最后本身 还有什么是自己的本钱呢 那 如果你刚才所看的 经济的数字 譬如 香港一点几万亿 大陆是三十几万亿 美国是一百十几万亿 应该计算平均 香港还是高的 那 好了 但 其实在我们过去节目 都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的所谓 金融风暴 其实是第一波 接着呢 如果仍然很要靠美国 那美国下一步 就是那个信贷危机出现 可能最近再带动 可能利息又会再转动 接着整个美元又会崩溃 那如果我们仍然都是 一百十几亿 美国的经济 是带动全球的经济 而中国也是很靠他们的 香港也是很靠中国的 那时候呢 那如果美国的 我们所看到 以前在电台分析过 不同的一波一波 那如果那些波浪 真的出现了之后呢 其实 是不是可以 行不行呢 中国可不可以用自己内销 内部的经济 可以 可以维持得到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大的问号 是啊 是啊 那我或者补充一点 因为我刚才所说 我们看未来的经济发展 香港的前景 我就是在一个宏观点来看 金山亦都指出 事实上 香港亦都有很多问题 比如贫富元素 可以说 这个饼分不均 有些人分得很多 有些人分不到 这些都是另外 我用英文说的 另外一个 issue 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可以 有机会探讨 但我刚才说的 就是 不是我的意见 我就是根据 现在的执政者 去拉动 去带动香港的前景 就是我们的头 拉动 所以我刚才很同意 就是 香港 我们看见 很多人 赤贫 贫富元素 我本书都有 那里有讲 就是 不能够不处理 因为我们看见 譬如一条街 有五六个人 是穿金大银 嘻哈哈 坐牢丝内 但有一百个人 在街上黑食 这个 不是我们想见到的社会 Samson 我要回应一下你 不要介意 大家讨论 我始终认为 我自己眼看 京陵 香港 我都去过很多地方 香港真的很好 你说赤贫 我就不太同意 因为我们的福利制度 都不容许人 也很少 就是 我们的 例如多人 是需要政府的 纵援来照顾 那你就先看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都不是的 好了 始终这个课题 我们真的需要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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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要跟大家说 拜拜 非常之多谢 叶啟明先生 今天 我们未曾有机会有一个专家 在一个很客观的基础之下 帮你看这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 请益启明和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分享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拜拜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